大家好,我是Dem 5050唯一回来的成员Kina 今天向D社爆料了所有事情 首先给大家说一件事情 2023年6月13号 Kina给所属公司发送了自己确诊的消息 并传送了一张照片 但是根据D社调查 该照片的GPS定位不是在5050的宿舍 而是在安森伊德家 所以是Kina在安森伊德家检测了有没有确诊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Kina与D社的采访内容 请问Kina你的快晒机是谁的 安森伊PD的 其实我们有怀疑他 但是没想到真的是安森伊 那是在6月13号发送内容证明前三天 安森伊建议我们从现在开始不要进行行程比较好 所以就使用了假的确诊 安森伊说如果确诊就不会被怀疑 也可以利用隔离期间进行计划 是安森伊发送给你照片的吗 因为要在内容证明到达公司之前 我必须先离开宿舍 我当时非常紧张和担忧 就在那个时候 安森伊发送了确诊快晒剂的照片给我 安森伊在5月份有确诊过新冠肺炎 所以可能是那个时候拍下的照片 因为当时我决定要提起诉讼 我认为那是最佳的选择 安森伊对我说 不可以与公司的人见面 律师们也说 最好不要与公司对话 D社表示 安森伊的计划成功了 因为这个造假的确诊 他们多了三天的时间 5050成员们在6月16号发送了内容证明 然后在17号逃出宿舍 所属公司在19号收到了内容证明 你们在6月19号开始了战争 安森伊有说什么吗 他说 你们做了很好的选择 以后我们都会走花路的 然后呢 安森伊有进行什么吗 没有 我对安森伊的信任完全崩溃了 怎么说 安森伊建议我们提出诉讼 所以父母们聘请了律师 安森伊说 我不能在前方帮你们 会在后面提供你们证据的 这是百分之百会赢的战争 说好会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 他只是在那里吹 不是也发生了签名造假 学历造假的事情 我看新闻后才知道了 他把我6%的版权股份 减少到0.5%了 而且那个更改股份的签名 也不是我的 是伪造的 安森伊说 有关自己的新闻都是假新闻 学历造假也是纪录被漏掉了而已 安森伊是怎么包装了自己呢 他常常炫耀的对我们说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样 把你们弄到Pillboard的吗 安森伊把你们弄到Pillboard 他常常会给我们看短信聊天记录 排行怎么了 以后还会上升多少 都是与Pillboard有关的对话内容 安森伊说 这些都是自己策划好的事情 但是安森伊上面有全代表不是吗 最终决定都是全代表做的 他说因为所属公司没有钱 欠了很多地方钱 Qpid的MV也是先掏自己的钱拍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啊公司的情况真的很困难呢 所以是他在营造不安的气氛 是的 在歌曲进入Pillboard后 就更常常说那些话了 进入Pillboard开始走花路了 为什么要变成这种纠纷呢 安森伊说 全代表拒绝了华纳的200亿 其实我们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情况 只是 你们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公司现在有困难 获得200亿不是好事吗 我们只是想继续正常的活动 安森伊有说全代表的坏话吗 他一直反复 拿到华纳的200亿对两边都是好事 全代表能拿到200亿 你们能搬到华纳 有更多进军海外的机会 实在是搞不懂 那安森伊能获得什么呢 他说 我坦白跟你们说 我一点都不贪心 我没有打算拥有你们 我只是想去一个好地方 继续做好音乐 要我们不要在所属公司 这么辛苦的工作 所以你们就突然提出 合约终止诉讼了 那个时候 安森伊要我们来他的公司后说 你们现在有三个选项 第一拿CJ的投资 第二拿CACO的投资 第三提出合约终止诉讼 拿不拿投资 是公司与公司的事情 不是成员们要决定的事项 你们没有觉得 安森伊给的选项很奇怪吗 我们那个时候 第一次听过 合约终止处分这个词 我们只是想继续活动而已 而且对于第一第二的选项 他还稍微吓了我们 吓你们 安森伊打电话给了爸爸们说 全代表想要拿到很多的投资 这些投资都会变成孩子们的负债 搞不懂全代表 为什么要把正在走花路的孩子们 推到负债上面 你们没想过要跟全代表确认吗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那个部分 对代表也觉得深感歉意 那父母们为什么没有去问呢 父母们不太清楚 安森伊的公司 以为是所属公司的子公司 父母们说 内部职员这么担心你们 不能做让他为难的情况 所以是把安森伊当成 内部高发者了吗 是的 还有别的内部高发吗 他说 全代表本来在第一张专辑之后 就想要放弃我们了 是我培养你们的 是我把你们弄到皮肤的了 是用我的钱拍MV了 是用我的钱买歌曲了 全代表对你们没关系 只是想拿投资 投资就是负债 是要有你们还清的 总是说这些话 但是安森伊只是建议了诉讼 最终选择还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现在有最后悔的事情吗 为什么当时没有联络全代表 对此感到最大的遗憾 就算安森伊和百里十在中间租的 我也是可以联络的 真的是又后悔又抱歉 迪摄最后表示 采访还没有结束 在之后的采访会公开 他的决心 安森伊的落跑 以及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安森伊这个人完全是诈骗集团呢 成员们年纪小 可能什么都不懂 家人们可能是不懂演艺圈 所以被骗 但是这期间 给了他们很多重新回来的机会呀 到现在还在坚持发表奇怪的立场文 还需要说什么 确实是像全代表说的一样 成员们被破了 所以代表才会想要重新接纳他们 这就像是进入邪教后很难逃离一样 现在能有一位成员勇敢逃出 也是好事 安森伊最是混蛋 成员们虽然也错了 但是年纪小不懂事 被动摇了而已 不过父母们为什么那样了呢 因为大人们的贪心毁掉了他们 开始是安森伊 丹注册商标权立场文等等 父母亲做的事情都很傻眼 不过他能说 是安森伊建议了 丹最终选择是成员们自己决定的 就表示不是想要投币责任 还算是不错了 丹真的是做了很傻的决定 对于Kina的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那是尽管的 我应该可以学习了 我应该可以学习了 不过我 您可以用船上的